实际 今天我们来打卡新月香港茶餐厅 老板是香港人 美团评分4.5分 相对来说呢 是吃饭吃菜比较多 比较少那种什么吐司啊 猪肠粉啊 比较少小吃类的东西 大雄强力推荐这家的至尊无宝饭 没办法 香多多和摄影师小姐姐 就只能跟着一起去打卡啦 本餐我们用了三张券 不能叠加只用20滴50块钱 他们的港式柠檬茶呢 喝起来有点色色的 用的应该是西兰红茶 但是它跟柠檬的味道 混合得特别均匀 也不会很甜 是他们店的推荐饮料 这个是至尊无宝饭 有烧肉 叉烧 酱油鸡 烧鸭 还有半颗蛋 这个是烧肉 那里面的肥肉是这个部分 然后中间是瘦肉 比喜悦把好的要瘦一些 那一般我都随便蘸酱 那外面这成皮的话 这是挺酥的 里面的油 油脂应该还不够小 但是瘦的部分的话 吃起来很嫩的 很好 它的汁水没有喜悦帮忙的 很丰富 然后你看它的烧鸭 它烧鸭也挺瘦的 那烧鸭主要是吃它的皮 烧鸭肉比较柴 它肉比较柴 它皮的话就挺香的 酱油鸡我可以吃起来 太久 酱油鸡吃起来会比喜悦 喜悦把后的要好吃 你看它除了酱油味 它加有一些其他的香味 看一看 虾饺 核桃包 红糖蜂蜜糕 煎萝卜糕 这萝卜糕 它里面肯定是放有叉烧的 我蘸一下这个辣椒酱 不是什么辣味 辣味 蘸一下这个辣椒酱 它这种有点像 那种什么四川 湖南那种辣椒酱 里面炸的豆瓣酱 就不是 不是港式的那种 不是那种广式那种 沾萝卜糕的酱 花椒酱 口感还不错 嗯 就比较传统的那种口味吧 它不容易断 你看它不容易断 有些萝卜糕是一捏就断 这种就比较太难了 来看看要不要港式奶茶 先喝一口不加糖的哦 嗯 这种奶味比较重 我已经 我已经好久没有喝过香港的 当地的茶餐厅的港式奶茶了 你忘记那种味道了 那种味道的话 茶味会比较浓厚一些 再加一碗糖 你看上面漂有的是这些东西呢 其实 不是它的那个叫什么 呃 黑白淡奶 黑白淡奶加在这个茶里面 它会形成这种东西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好 我们来吃一口辣 很好喝 真的很好喝 就是跟我们之前喝的那种金牌茶餐厅啊 还有一家叫什么来的 金牌的 明星坊茶餐厅 就对比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个会更加能接受哦 因为那些的话它的味道都特别重 而这个口味的话是比较能够入口 比较柔和的 不会说茶味超重或者是奶味超重 而且我们点的这杯是热的 这个口味奶茶 好喝好喝 我很喜欢 五分的话我会给四点五分 五分我会给四点五分哦 好的 我们来试下的 哈嘎 虾饺 后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 那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跟外面买的那个虾饺差不多 它有虾肉 它黑黑的可能是胡椒粉吧 我直接把它刷进去 这吃起来甜甜的 有点甜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虾肉吃起来很新鲜 而且大块 这个有后味 就是这个皮的话可能嚼劲不够吧 嗯 然后五分的话我会给四分 黑糖风潮糕 看 黑糖风潮糕 我们捏一下 这个的话 吃起来是好吃 但是口感不好 它不够残牙 吃起来还是比较黏的 比较黏腻 嗯 但是甜度是ok的 也吃得出黑糖味 嗯 至少不够弹牙了 滚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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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奶茶都推荐点 口味的话像一些小点心